大家好,就是我今天講的是 就是我們一定要做市場承諾的Promise Bar 然後我現在要來報這個Progress Bar的Progress 就是這樣就是在我們選,在Election之前 選前我們其實有,譬如那一套的一套說 我們可以有把所謂的承諾全部給拉出來 然後變成像這樣的一個承諾表 選後我們要怎麼去追蹤這些承諾呢 剛剛那個承諾表他給了好多候選人的承諾 可是其實到選之後我只要管其中一整條承諾就好 而且除了資料太多之外,他資料也有不足的 就是裡面這些承諾個別的進度是什麼,我要來做追蹤 就是我們要做這個承諾的進度追蹤的發展的原因 所以我們就來做一些,就是我們今天就 就是早上就做一些討論 然後好像這樣,我做了一個像這樣的一個類似的表 然後就討論來開始 對,那討論後來就是覺得說 就是Progress Bar這個概念是好的 因為就是Progress Bar它可以去讓我們衡量說 它有75%的完成度 我們就覺得它的執行力是高的 我這一票投對,或者是當初也沒有投對這樣子 對,可是事實上還是遇到一些問題 那我先來就是來給大家看一下就是這一個 你們當初的討論是怎麼樣的 這個系統我們一開始討論說 就是我們想要來追蹤個別的進度 所以我們想說第一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我們拿來的進度條 進度條分兩種 第一種是個別的承諾 例如說我要有一個拖音中心 每區三座拖音中心 每一個個別的這些承諾要有一些 會有一些就是Progress Bar 然後我們同時也要有一個全部的Progress Bar 讓我們來評價這個候選人 他全面的一個,一整個一個Progress 然後這些Progress Bar要怎麼更新呢? 就是全民如果看到一則新聞 如果覺得要很新的話就貼上來 然後貼上來之後 這個特別的這個Progress Bar就會更新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討論有蔡新 然後甚至開心到開始掛拉檔 然後話一話發現 有一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 我們遇到的是這個問題 這問題就是說 欸? 我回去翻我們的那個證件 的那個承諾 我們發現一些承諾 其實就很難去量化成Progress 例如說像 有一個證件叫做 客後照顧班多元資資 這個東西 來自哪裡? 那這個東西其實 它 你不知道它的0%在哪裡 就百%在哪裡 不知道 再來 廣社公司回應幼稚園 你知道這個東西 它可以量化 它可以派化成 一加一加兩加 三加四加 可是你不知道100%在哪裡 廣社到底是多少是100% 然後再來就是 有一個證件是 成立什麼什麼委員會 那這種問題就是 就是 要嘛是0 要嘛是100 沒有什麼50% 因為很有50% 很難界定 譬如說 正在找人 這算50%還25%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討論 發現 雖然說證件很難被衡量 可是有人可以衡量欸 他說 他的完成率 高達96.9% 他真的把這個數據 給提供出來 在某一個 某一個 某一個東西裡面 對 然後我們就看來 真的就是做基金討論 然後像 有一些前輩的討論 很討論 像 那個 少仙前輩 他就講說 這個東西怎麼算出來 基本上 他算出來的方法就是 有在年你 就是完成 然後 有在討論 就是 完成 所以 就把這些東西 算 6.9% 這樣算出來 於是 我們覺得說 好啦 我們還是要主觀的定一下Progress 我們不能就是 直接從這些官方的數據拿出來 然後 相信前輩之前有講過 欸 好民意他有一些定義 一些增加權有來做 就是 希望地圖 就是由專家 來把這些每個都 都定 這樣子 這是一種 一種主觀品例的方法 最後 後來呢 我們還有一些 我只想要宣布後來講說 欸 登號是一個好的方式 就是 當大家進到一個 例如說 追蹤這個 追蹤這個 這個立體的平台的時候呢 我們就提供新聞的連結 然後說 欸 我就提供這個連結 問他說 你覺得這個 這個新聞呢 對於這一個政見 它的達成率 是 第一個 完全沒有做 還是已經開始做了 還是已經完成了 我們 透過收集 所以 這些 就是 參加者的資料 然後參加者的回饋 我們就可以計算出 他的 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 在GTV打開菜大餐 都選 TOP PROGRAM 等等 我終於可以卡掉你了 還是 對 反正剛好 讓你們結束 待會再唱 待會再唱